我們看一下這個題目 已知二次函數fx等於x平方加ax加b 且f1是等於2 f-1是等於6 求第一小題 -a-3b是等於多少 第二小題 f4是等於多少 那首先呢我們根據這個條件 x以1代入得到值是2 所以呢我們帶進來 這是1的平方是1 然後加上a乘以1是a 然後加b 這是等於2 所以呢把1移向過來 我們得到這a加b 是等於1 這是第一式 x以-1代入得到的值是6 所以呢我們x以-1代入 那-1的平方是1 那-1代進來啊 這個呢加上a乘以-1 所以改成啊是-a 然後這裡啊是加b 好 那這個值呢要等於6 所以呢我們這時候把1移向過來 那得到-a加b 那得到-a加b是等於6-1 這是5 好這是第2式 所以呢我們現在解第4跟第2式 那我們第4跟第2式啊 直接相加把這個a啊消掉 所以1加2 所以1加2 我們得到 這個a消掉了 那b加b是2b 那這是等於1加5 這個是6 所以2b等於6 那麼b就等於3 好 那我們把它帶回第4裡面 那這時候a加3 是等於1 所以呢 a就等於-2 因此呢 a等於-2b等於3 我們把它帶回去 那麼得到這個f of x 這是等於x 這是等於x平方 然後-2x 然後加3 好 那我們來計算第一小題 第一小題呢 我們要計算-a-3b 是等於多少 那a因為是-2 所以帶進來呢 我們負不得真 所以呢 這個是2 然後b等於3 我們把它帶進來 所以這裡是減掉3乘以3 這是9 所以呢 答案是2-9 也就等於-7 這一個答案 好 接著我們計算第二小題 x要以4帶入 所以呢 我們把這個4帶進來 那麼f of 4呢 就等於4的平方 4是16 那減掉2乘以4 所以呢 是-8 然後再加3 所以呢 16-8 是等於8 8加3 這是等於11 所以呢 我們這題的答案 f of 4呢 是等於11 這一個值